好,各位同学,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好,那么在正式开始讲课之前 我们对我们之前的一个代码做一个调整 好,还是到我们的Exceptive Handler这里来 我这两天在做测试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的Render方法里面 接收这样的一个Sync的Exceptive Handler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不大 所以说我想一下还是要把这个地方给改一下 我们首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地方使用Sync的Exceptive Handler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然后我们到浏览器这里来 我们还是访问我们的Banner的接口 正常的情况下,它会返回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查询结果 但是这里我对这个路径做一个更改 我让这个URL变得不合法 大家随便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Banner改成一个Banner一样 很明显这个URL是会报错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定义这样的一个URL路由 好,然后我们回车看一下 好,这里会抛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异常 好,我们把这个异常页面完整的浏览一下 之前的TP5默认的异常页面是没有这样的一段异常的 我们看一下上面是这样的一个异常形式 然后下面的就是我们熟悉的TP5的默认的异常页面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一个页面里面输出了两段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异常信息 这两段异常信息都是描述的是同一个错误 好,那么我们一定要学会根据异常信息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它是说什么 它说我们在调用这样的一个Exemption Handler的Render方法的时候 它本来应该接受一个SyncExemption这个类型的参数 因为我们在这里定义的是这样的一个SyncExemption 但是框架却传递给了我们一个HTTPExemption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报这样的一个错误 很明显 这说明了这个HTTPExemption不能够自动的转换为SyncExemption这个类型 如果要能够自动转换不报错的话 那么这个HTTPExemption必须是Exemption的一个子类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原代码 原代码里面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HTTPExemption 这个HTTPExemption并不是SyncExemption的一个子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这里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SyncExemption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 我们看一下 F12跳到这里来看一下 好,这个SyncExemption是继承于这个ExemptionG类的 好,然后我们再顺着网上看一下 然后这个G类的G类Exemption是继承于是实现了这样一个Srubal接口 好,这个是它的一个简单的继承关系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HTTPExemption 好,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HTTPExemption给挡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继承关系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HTTPExemption是继承于这个RuntimeExemption的 对不对 好,接着我们往上跟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RuntimeExemption 它也是继承于这个G类的Exemption的 可以验证一下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G类的Exemption是实现了这样一个Srubal接口 好,这说明我们的HTTPExemption和我们的SyncExemption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 它们并不是一个负子类的关系 所以说当你尝试把一个HTTPExemption传递到 本来应该传递这个SyncExemption的接口 这个方法里面来的时候 就会报我们这样的一个错误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BaseExemption传递进来 而没有报错 这是因为BaseExemption它是继承于这个SyncExemption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验证一下 还是过来看一下BaseExemption 看它是继承于这个SyncExemption的 所以说使用BaseExemption就不会报错 好 那么我们在分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看一下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解决的思路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HTTPExemption和SyncExemption 所共有的一个负类来作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参数的类型 那么只有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负类 才能同时的接收这样的一个HTTPExemption和SyncExemption 因为子类是可以自动的被转换成这样的一个负类的 强制类型转换 好 然后我们就要来找寻这样的一个它们共有的负类 其实我们刚刚去查看这两个Exemption的继承链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共有的负类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共有的负类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个Exemption G类 好 那么这里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Exemption是所有PHP里面的异常类的一个G类 不管是SyncExemption还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些 自己定义的一些Exemption 通常都是需要继承于这个G类Exemption的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我们要做这种类型转换的时候 选择G类的一个Exemption是最为保险的 好 那么PHP的语言参考手册里面也说了 Exemption是所有一场类的一个G类 好 那么这里我们的改写也非常简单 我们这里不用这样的一个Exemption 不用SyncExemption 我们用G类的Exemption 好 那么大家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反斜杠 对不对 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反斜杠 还是要下去了之后 把PHP的命名空间 再把它给好好地复习一下 这个是表示G类的Exemption 是位于跟命名空间下面的 好 那么Render方法里面的参数 我们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G类Exemption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要调整一下 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里也要使用这样的一个G类Exemption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Exemption 给重新调整一下 这里给大家顺便说一个小技巧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Use一个类 但是我们后来由于代码的更改 没有在使用它了 那么如何快速的移除这样的一些 没有使用的Use的相关的类 它有这个PHP有一个快捷键 我的快捷键设置的是Ctrl、Alt、Alt、Alt OK 你点击了之后 它会把你当前文件里面 所有没有使用到的Use的类 全部都自动的移除掉 这个是一个快捷的小技巧 好 那么更改完成之后 我们再到这个页面这里 再来访问一下Banner接口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OK 这个页面就正常了 它正确的显示出来了控制器不存在 这样的一个异常错误 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TP5默认的异常页面 好 那么我们回到代码这里来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提出问题 之前我们在测试这些接口的时候 我们也抛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异常 为什么之前的这些异常没有出现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页面 这个是为什么大家也可以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抛出的都是这样一个Base Exception 对不对 或者是由于一些自定义的异常所引起的一些错误 那么这样的两种错误 其实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Sync Exception 但是我们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我改写了这样的一个URL路径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值的话 它TP5框架 它抛出的就不是这样一个Base Exception 异常了 它抛出的是一个HTTP Exception 异常 好 那么我们刚刚也演示过了 HTTP Exception 异常和Sync Exception 它们不是一个继承关系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做自动的类型转换 而Base Exception 是可以做自动的异常转换的 所以说Base Exception 不会报错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抛出了HTTP Exception 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刚刚的这种错误页面的情况 好 那么这个小错误不是一个大问题 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在自己写第一版代码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项目的线上代码里面 确实是在这里使用的是G类型的Exception 但是后来可能由于讲课的时候 用的是智能感知 所以说G类的Exception和Sync Exception 它们都是同名的一个类 所以说可能智能感知引的时候 把它给点错了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 那么本来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我直接给大家说 把这个地方给改成G类的Exception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是想一下 我们还是把错误的一个具体的分析过程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觉得这样对大家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们越往后面开发 我们就越会我们就越有一种感觉 真正的能力还是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 那么当你看到一个错误的时候 如何根据错误的信息来定位错误的一个出现的地方 并且解决这样的一个错误 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错误很小也很简单 但是从错误里面也是可以挖出很多的相关的知识点的 所以说找错误这个事情 它也是一个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和手段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排查错误的过程中 我们就对TP5的 它的一些Exception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 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所学的一个知识点 很多时候学习知识点 不是说我们拼命的写代码 或者是说抱着一本书在这里看 找错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手段 出现一次错误你解决了 两次错误你也解决了 好 那么今年累月的不断的去解决这些错误 不断的挖出新的知识点 总有一天你会对你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语言 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好 那么这节课由于我们是增补的一个小姐 所以说就可以和大家稍微的闲聊一下 好 那么本节课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最后我想说一下 怎么样的去快速的去找这个错误 找错误和解决错误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还是强调 你要找到这种感觉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你要找到AOP的这种感觉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 找错误这个东西 有时候就像一个寻宝的过程 不知道大家看过国家宝藏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 错误信息就是你的一个藏宝图 那么错误很多时候 不可能你拿着这样的一个初始的线索和藏宝图 就可以一次性的解决 它必定会经历多个阶段和多个步骤 你需要不断的去收集新的信息 一步一步的最终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能搜索的线索越多 这个步骤越繁琐 你所能学到的知识就越多 好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